2001年12月19日 《魔戒首部曲》《魔戒现身》在美国正式上映 彼时谁都没想到这样一部经费不足的作品 会在上映后获得无数殊荣 被提名284个奖项 包括17项奥斯卡金像奖 从此该电影也成为众多影视爱好者心中魔幻影视的标杆 但让我们把时间拉回2021年 经过20年后 众多主演也早已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有人仍坚持活跃在大荧幕上 拿奖拿到手软 但也有人不幸离世 那么离开了这部著作的演员们 如今究竟有着怎样的生活 这里是Bugget 今天就让我们盘点一下出演魔戒的主演们的现状 要说魔戒首部曲《魔戒现身》中 当之无愧的人气之王 甘道夫必须首当其选 饰演这个角色的男演员伊恩·麦克莲 他1939年生 到如今已经82岁高龄 他是戏剧出身 一生都现身于影视行业 凭借甘道夫一角获得四项奥斯卡奖后 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被约片不断 之后他出演了电影《X战警》 在其中饰演了万磁王 优秀的演技让他在戏中大放异彩 魅力超群 因此这部电影也成为了伊恩的标志性代表作品 此外他作为英国演员也一直都是沙士比亚电影系列的常客 2016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 伊恩还和中国80岁的老戏骨交谎一起朗诵了致敬沙翁 万磁王遇上中国老皇帝 场面简直妙不可言 同时伊恩还是个性情中人 早在80年代他就已经公开宣布自己出柜 明确倾向 所以从目前的路透照片可以看到 伊恩参加了不少彩虹聚会 身边陪伴的也一直都是他的爱人 戴瑞克·杰扣比 此外两人还合演了一部情景喜剧《极品老伴》 获得了媒体和观众的无数好评 如今伊恩依然身强体壮 力所能及地演着自己喜欢的戏 他的新作《幸灾乐祸》和《哈姆雷特归来》 目前也都处于制片阶段 让我们期待这位实力演员在大阴幕上的表现 同样专注于事业的还有在《魔戒首部曲》中 饰演精灵女王的澳洲女演员凯特·布兰奇 当他在电影中出现时 人们迅速被他的美貌折服 清新脱俗的气质 仿佛演员本身就是这个科幻世界里的女王 从此这位女王声名大噪 出现在各大影片中 2004年凭借在电影《神鬼玩家》中 饰演美国国宝级演员凯瑟琳赫本一角 一举拿下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 但他本人不甘于做电影中的女神花瓶 所以在这之后 他一改往日的选角习惯 接下了著名导演武迪艾伦蓝色莫莉的剧本 并在其中饰演一个因丈夫诈骗 从贵妇变成平民的落寞女性 从富婆到平民 角色转变后的心态变化以及外在形象 都被他一一呈现在大萤幕上 这个反差极大的角色也让他捧回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成为奥斯卡历史上少有的 能将最佳女配和最佳女主双双捧回家的实力演员之一 但这还没完 在戏外他还是嘎那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和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 2018年5月当他以主席的身份出现在嘎那电影节时 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为之震惊 有媒体称一项自以为是的法国电影节很少会让演员成为评委 更遑论是主席这样更高一等的职位 但演员凯特做到了 所以这不仅是对他本身的认可 也在一定层面上肯定了他的实力 至于后者是源于他小时候的经历 被奶奶和母亲带大的凯特 希望天底下的孩子们都能远离贫富的生活 享受幸福的童年 于是在2018年3月 他亲自探访孟加拉国东南部的难民安置点 超过15万难民将遭受雨季侵害 他与时间赛跑 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救援 目前凯特一如既往的还在拍戏 许多影视作品也都还在制作之中 说完女王就不得不提到精灵王子的表演者奥兰多布鲁姆 早在前面的视频中 我们就有提到关于他的两段婚姻故事 但关于他的事业 则在魔戒首部曲之后逐渐走下坡路 2003年 他参演了由迪士尼出品的神鬼奇航系列电影 在片中 他饰演正直善良的威尔杜娜 和由著名男星强尼戴普饰演的杰克船长展开对手戏 影片虽然在市场上大获成功 但奥兰多并没有让事业更上一层楼 对此许多媒体猜测 可能是由于他在两部电影中塑造的角色过于经典 观众很难想象他除了银发的精灵王子和正直善良的海盗外 还能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他的事业也因此陷入了瓶颈期 2005年 他又出演了由卡麦隆 克罗自编自导的喜剧爱情电影伊丽莎白小镇 但是这部电影的票房和评价也不高 作为一名英国演员 奥兰多却要在片中说美音 因此不仅他的演技收到了指责 奇怪的口音也被争议不断 对于在影视中不佳的表现 奥兰多倒是没有多在意 秉称因为妻子生下宝宝还没多久 所以以后会抽更多的时间来留给家庭 如果要说《魔戒首部曲》中 哪一位演员的表演承担起了改变时代的重任 这就要靠饰演咕噜一角的英国演员 安迪·瑟克斯莫属了 当他戴着头盔穿着紧身衣 在片场爬来爬去后 影片也为观众贡献了一位活灵活现的CG人物 同时也让世人从此意识到 CG动作捕捉技术跨时代的影响力 相关的电影特技公司也随地而起 受众熟知的Vita数位工作室 也是在那个时候创立 并逐渐壮大起来 而安迪也在继咕噜之后 成为好莱坞最炙手可热的捕捉表演专家 之后的金刚 凯撒等角色也都是他的得意之作 此外尽管当年安迪在《魔戒首部曲》中的表演可圈可点 但当年的奥斯卡评委仍然不看好他 因为他们认为经过后期动画加工的角色 无法认定演员的表演贡献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年安迪与奥斯卡失之交臂的原因 目前安迪因为咕噜一绝和捕捉表演结缘 不但成立了属于自己的相关领域专业公司 成为行业专家 而且还以真人身份走到台前 参演了漫威宇宙的黑豹以及《复联2》 同时他早在2017年就会献上了自己的第一部导演作品 我要为你呼吸 所以尽管这位捕捉专家不被奥斯卡认可 但不得不承认 他是《魔戒首部曲》中发挥维度最广阔的一位 说到横跨多项行业的演员 饰演艾龙的《雨果威名》也是其中一位 据报道 如果没有《魔戒首部曲》中精灵领袖一绝 他在人们的印象中将永远都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反派人物 直到该电影的剧本找到了他 艾龙这个正义发光的角色才拓宽了《雨果》在好莱坞的戏路 不过在大多数的影迷心里 他最受人瞩目的作品还是2006年的电影《非怪客》 影片中他全程戴着面具世人 深沉又富有戏剧张力的声音 在观众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由于《雨果》本人并不在大屏幕 所以在上面这部电影之后 他不再刻意追求商业大作 而是远离影视 专注在自己的舞台剧表演上 平时的形象也是随意邋遢 不太清楚这位演员的观众 甚至会把他当作一名无家可贵的流浪者 2020年 当美国著名导演华卓斯基姐妹 将《骇客任务复活》的剧本发给他时 四年都没怎么演过电影的他 却因为前者的拍摄和自己的舞台剧荡漆冲突 拒绝了再次出演经典角色史密斯特工 并将剧本元素归还 这也让全球影迷遗憾不已 现在他仍一心扑在自己的舞台剧上 丝毫没有再重出江湖贡献优秀角色的意思 就连外媒也不禁称 他已成为了演员圈里的一股清流 除了上述演员《魔戒首部曲》中 还被人熟知的 还有饰演比尔伯巴金斯的伊恩霍姆 和萨鲁曼的克里斯多弗里 两位演员也是在影视方面的成绩非常可观 后者更是一名出色的语言学家 精通五种语言 他也用这些语言出演过电影 可谓是影视界不可多得的一名优秀演员 但可惜的是 他们都因为重大疾病而与世长辞 结束了自己丰富又充实的一生 有人说《魔戒首部曲》是一首游歌 也是一首诗 更是一次荡气回肠的历险 也有人说由于该影片太过久远 所以没有多少人对他了解很多 但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 这部传奇佳作也曾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所以希望观众在看到这些演员 在其他影视作品中的表现时 也能回忆起自己曾经的热血青春 这里是Boogie Down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您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